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贺彩人 这是同意的小孩啊 对吧 好坏啊 对 怎么办呢 你说这孩子的声音就是干净 是吧 他就没什么杂念 出来 对对对 那个那个 不臭的不傻 让一个闹念科学院 好可爱啊 我感觉两个人呢 是由一个开关控制的 对对对 你们是一句的推丝组合了 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唐唐 他叫果果 唐果 你们两个谁是姐姐 我是姐姐 到底谁是 我是姐姐 她是妹妹 那为什么刚才要两个人都说是姐姐呢 因为妹妹应该是姐姐的话 我想当姐姐 我 妹妹比我大一分招 我也是姐姐 她是妹妹 我也想当姐姐 哎呀 真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的动作太一致了 对 同步率特别高 就是双胞胎啊 刚才那么就是一进去马上就出来 我觉得像是大变活人似的 你们两个人这太让我意外了 我想问问你们两个谁最聪明啊 我 完了 那我考考你们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聪明 好吗 好 我出题啊 可爱 哎呦我的娘 生气 生气有对象 不看各位老师就看着对方 哎呦这情商挺高啊 好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预句啊 三岁 学到现在有两年了 怎么可以坚持两年呢 因为戏曲唱歌的时候 戏曲唱 戏曲唱戏的时候 我就感觉心里就有开心的感觉 哦 说得真好 而且分得清楚啊 唱戏是唱戏 唱歌是唱歌 对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 呃现场三百位哥哥姐姐 有没有超过两百位会为你们喝彩 那我们一起为谈谈果果喝彩 喝彩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喝彩人 谢谢 看见 谢谢 江湘奔无主 宁少党自强 你的理心理志乡 岁月不荒唐 三更学 四季芒 身上有骨骨 纸上负棍张 青东尘有门 言语不轻狂 英勇才俊少年郎 富家在里乡 秦作景 西泽黄 风笑容 一游传承 大德杨斯坊 鲜村大爱 车马无将 赞为藏手不公道 尖之投赢装 天心赶尖 你再藏吗 一出少年当初 我 江山走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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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七岁 是一名00后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是要为上年合台 那你是 学习吗 是我现在在天津学校读书 我学习弃曲七年了 您现在这个打扮 也很潮流 现代和古典融合 而且您这双靴子 我觉得还挺新潮的 这么穿 厚底 厚底靴 会不会根据行当不同 它的底的厚度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 我们因为是舞台艺术 所以要让台底下很远的观众 都能看到 所以戏曲的服装 通常是有一种夸张的作用 你现在有演出吗 经常 还是仅仅是个学生 我经常会参加天津啊北京乃至千锅 其他更多城市的一些演出 然后每当面对着台下上千名观众 为你鼓掌的时候 心中都特别激动 但是 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心中都会有些小沮丧 沮丧什么呢 其实每次演出的时候 放眼望却绝大部分 都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我有时候我会思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00后 我可以去喜爱戏曲 去学习戏曲 在台上表演戏曲 为什么在台下就看不到00后 去观看戏曲的身影 假设再过个三五十年 我依然可以站到舞台上唱戏 可是谁坐在台下看戏呢 所以今天我带来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王沛宇老师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是 我们所有的戏曲演员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戏曲的行业 都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是从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当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就去不断地行动 就是不断增强 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 提高自己的记忆 投诗访友 好好练功 好好练戏 在这个戏台上 什么东西最打动人呢 就是有好角 有好戏 给观众呈现好听 好看 好玩的艺术 好吗 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您 说起这个话题 我其实还有蛮多话的 其实我喜欢戏曲 接触弃曲 也就是这两年的时间 我从小到大 都是听国外的音乐长大的 但是玩了一圈以后 我就不知道这些事 我没有归属感 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的音乐 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瑰宝 有那么多养分 那么多厉害的音乐器 完全可以拿过来借鉴去学习 然后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至少在我眼里看来 他们的审美是在提高的 但是是需要我们 通过有好的作品 好的方式来引领他们 魏天泽 你才17岁 但是你在台上 能说出这样的困惑 让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现场所有的观众 我估计都是二多岁 甚至是和你一样年龄的 看看你的困惑 你的疑问 能不能打动他们 让我们一起来为邵将军 魏天泽喝彩 有271位年轻的朋友 因为你的表演 你的话 感动 支持你 让我们为邵将军 魏天泽喝彩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贺彩人 起来 江湘本无猪 你少党自强 离得离心离枝香 岁月不荒唐 三更雪 此寂忙 身上有孤独 纸上不关掌 心动缠有风 言语不轻狂 英勇才尽少年朗 富家在一乡 情作经 喜则荒 风笑容已有传承 大得杨思荒 千村大爱 车马无将 赞为苍生不公道 剑枝头装 天心赶紧 你再长发 一出小年当初 江山走一看 江山走一看 哈 哈喽 大家好 四位老师好 我叫魏天泽 来自天津 今年17岁 是一名00后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是要为上年喝彩 那你是学习吗 是我现在在天津习校读书 我学习戏曲七年了 您现在这个打扮也很潮流 现代和古典融合 而且您这双靴子 我觉得还挺新潮的 这么穿 厚底 厚底靴 最后 会不会根据行当不同 它的底的厚度有不一样 会有不一样 我们因为是舞台艺术 所以要让台底下 很远的观众都能看到 所以戏曲的服装 通常是有一种夸张的作用 你现在有演出吗 经常 还是仅仅是个学生 我经常会参加天津啊 北京乃至千锅 其他更多城市的一些演出 然后每当面对着台下 上千名观众 为你鼓掌的时候 心中都特别激动 但是 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心中都会有些小沮丧 沮丧什么呢 其实每次演出的时候 放眼望却 绝大部分都是五十岁以上的 叔叔阿姨 爷爷 奶奶 我就说我会思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00后 我可以去喜爱戏曲 去学习戏曲 在台上表演戏曲 为什么在台下就看不到 00后去观看戏曲的身影 假设再过个三五十年 我依然可以站到舞台上唱戏 可是谁做的台下看戏呢 所以今天我带来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王沛宇老师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是 我们所有的戏曲演员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戏曲的行业 都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是从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当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就去不断地行动 就是不断增强 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 提高自己的记忆 投诗访友 好好练功 好好练戏 在这个戏台上 什么东西最打动人呢 就是有好角 有好戏 给观众呈现 好听 好看 好玩的艺术 好吗 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您 说起这个话题 我其实还有蛮多话的 其实我喜欢戏曲 接触戏曲 也就是这两年的时间 我从小到大 都是听国外的音乐长大的 但是玩了一圈以后 我就不知道这些事 我没有归属感 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的音乐 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瑰宝 有那么多养分 那么多厉害的音乐 完全可以拿过来借鉴去学习 然后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至少在我眼里看来 他们的审美是在提高的 但是是需要我们通过 有好的作品 好的方式来引领他们 魏天泽 你才17岁 但是你在台上 能说出这样的困惑 让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现场所有的观众 我估计都是二多岁 甚至是和你一样年龄的 看看你的困惑 你的疑问能不能打动他们 让我们一起来为邵将军 魏天泽喝彩 有271位年轻的朋友 因为你的表演 你的话 感动 支持你 让我们为邵将军 魏天泽 贺彩 谢谢 谢谢大家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贺彩人 好 姐姐 我 姐姐 瑞 ¼ 而且 肯定 表演 嘛 然后 太 主唱 Could card 行 是啊 和 祢 亮 这是同意的小孩啊 是吧 好坏 对 怎么换呢 你说这孩子的声音就是干净 对 他就没什么杂念 出来 对对对 那个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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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爱唱一句的双胞胎姐妹 我们来自河南 我们今年五岁了 我们来到这个舞台为一句喝彩 好可爱啊 我感觉两个人是由一个开关控制的 对对对 你们是一句的推丝组合了 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唐唐她叫果果 唐果 你们两个谁是姐姐 我是姐姐 到底谁是 我是姐姐她是妹妹 那为什么刚才要两个人都说是姐姐呢 因为妹妹应该是姐姐的话 我想当姐姐 妹妹比我大一分招 我也是姐姐 她是妹妹 我也想当姐姐 哎呀 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的动作太一致了 对 同步率特别高 就双胞胎 刚才那么就是一进去马上就出来 我觉得像是大便活人似的 你们两个人这太让我意外了 我想问问 你们两个谁最聪明啊 我 完了 那我考考你们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聪明 好吗 好 我出题啊 可爱 哎呦我的娘 生气 哎呀 生气有对象 不看各位老师 就看着对方 哎呦 这情商挺高啊 好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预句啊 三岁 学到现在有两年了 怎么可以坚持两年呢 因为 细续唱歌的时候 细续唱 细续唱 细续唱戏的时候 我就感觉 心里就有开心的感觉 哦 说得真好 而且分得清楚啊 唱戏是唱戏 唱歌是唱歌 对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 呃 现场三百位哥哥姐姐 有没有超过两百位 会为你们喝彩 那我们一起为糖糖果果 套财 套财 套财